好,我们现在呢,要学的是Line and Angles Line是什么?Line是线 Angles是什么呢?Angles是角度 所以我们现在要用的是Saspati Line and Angles Line and Angles 首先呢,在这一边他要我们 State whether the Line Segment PQ 跟RS are congruent so congruent这个字眼啊,大家要懂 Conguent代表什么意思 OK,Conguent的意思呢 就是一模一样 OK,它 congruent的意思就是一模一样 全等 OK,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OK,就是说它大小一样 啊,角度一样 啊,这个东西我们就叫它 congruent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3CM跟3CM一样吗 一样 所以它 congruent 然后接着在这一边 我的这一个PQ 不等于RS 所以它not congruent 然后这个PQ等于RS 因为这个18mm是1.8CM来的 所以这个它们是 congruent OK so congruent就是全等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然后B的部分 它要我们看 角ABC跟 那一个DEF 是不是 congruent congruent就是全等哦 一样哦 35度 35度 112 112 所以这一个角ABC 你看我的角ABC B在这一边 他在这个BB都在中间 然后这一个等于角DEF 然后你看他的这一个在E这个地方 所以E在中间 然后这一个B在中间 B在中间 E在中间 然后他的E在中间 所以他一样的情况之下呢 他就是 congruent 然后55度45度不一样 所以角ABC不等于角DEF 然后他就 not congruent ok not congruent ok好 so在这一边我们总结来讲 congruent就是一模一样 两条线如果长度一样 他就是那两条线 congruent 然后两个角度他的角度大小一样 那两个角度就 congruent 然后在这一边他要我们 estimate他的长度是多少 然后再量他的长度是多少 这个看起来几cm 啊看起来好像4cm这样 然后你用扯量一下 然后你拿到的是4.2cm 然后这个看起来几度啊 看起来好像是120度 然后可是他其实是125度 ok 这个你要用那个啊 那个凉角器来凉 ok 然后 啊 这一个就要用尺来凉 ok 好在这一边呢 我们就用电脑的software 再来量这个 so我这一个 啊超过了超过 4cm的 然后那个4cm其实是 那一个作业给的答案呢 我自己这一边我量到的是6.6cm ok 但是因为我的其实是scan那一个作业 然后他就 放大了 就不准了 然后我们这一边呢 我们要量这个角度 你要量这个角度的时候 你不确定他到底是多少度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学会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要把那条线 延长 so我们的这一条线 ok 他原本在这一边你跟他延长 也不用到这样长了 你延长多一点 然后你的这一条线也是你跟他延长 ok 这一边你就跟他延长 给他长一点 这样 这一边 你延长 让他长一点 so你延长的时候啊 这个时候你才把半圆扯放下去 你把半圆扯放下去的时候 你要下面这边跟他平了的时候 你看跟他平的零是在这边 另一个是百八 所以我们以外面那一层来看 因为外面那一层是零 然后你就看外面那一层 这一边是一百二十五 所以他就是一百二十五度 啊 ok 好 接着我们就来学名称 然后我自己本身呢 来到新的课程的时候呢 我就很讨厌那个新的课程 为什么呢 他把数学变到好像历史这样 ok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必须要背他的名字 然后那个名字 你没有背对的情况之下呢 你就不能够做了 so 首先我们有一个东西叫做 complementary angle ok 马来文叫做 sudut per lenggak 这个是什么呢 是加起来九十度 然后过后我们有 supplementary angle 然后他就是sudut 然后 per 刚才这个是perlenggak 这个是penggak penggak penggak 这个是加起来百八度 ok 这个是加 起来 ok 两个加起来九十度 然后还有两个加起来百八度 然后我们还有conjugate angle 也就是sudut conjugate 这样 conjugate angle sudut conjugate ok 就是两个加起来三百六十度 这三个名称你要背上来哦 你没有背上来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做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两个加起来是九十度的 是complementary angle 所以就是说我的这个complementary angle 的话就是x加y等于90度 所以你要找他讲py的complementary angle of 这个的时候 你就拿90度减掉49度 然后他是41度 然后90度减掉72度 所以他是18度 ok 这个是complementary angle 然后我们接着有supplementary angle的话呢 是加起来是180度 所以我的这个是180度 减掉68度的情况之下 他会变成112度 180-123度的话 他是57度 这一个是supplementary angle 跟complementary angle 好 这一边呢 这一个我们一定要把他名称记上来 然后你没有记的情况之下 你就错了 然后我自己本身是怎样记呢 我心里想我的c是这样对不对 然后 他就 这样哦 90度咯 ok 然后supplementary他是s嘛 对不对 然后我的两个脚拉上来的时候 就变成一条直线180度 ok 好 接着conjugate的情况之下是加起来360 所以这个是x加y等于360 所以这个是360减掉75的时候 他这个是285度 这个360减掉204度的情况之下 他这个会变成156度 ok 然后 在这一边 他说 x跟y是supplementary angle supplementary angle 就是说他 x加y等于180度 然后 x大过y 他们相差48度 这样我就大减小等于他的差48度 他要我们找x跟y 哇 这一个呢 他就变成了那一个 from one chapter六的那个题目了 so他就变成了那一个 二元一次 联力一方程式 ok so 第六课的这一种 所以这个是equation one 这个是equation two 我拿equation one加equation two的时候 我就有2x等于228度 所以我的x等于114度 然后接着我再拿equation one 来减equation two的时候 x-x没有y-y 就2y 然后这个减这个的时候 他会变成132度 所以我的y呢 会是等于66度 所以114度跟66度 ok 所以我在这一边拿到x跟y 是这样 好 接着在这一边 他说p跟q是complementary angle complementary angle 就是加上来p加q 会是等于90度 然后p等于2q 这个是equation one 然后p等于2q 这个是equation two 然后我们sub2 into1 我就有2q加q等于90度 3q等于90度 q等于30度 然后sub我的q等于30 intoequation two p等于2乘30 所以他是60度 所以我的p是60度 q是30度 我们 这个是要画graph的 我另外的影片再录